白天打罗斯 晚上玩反恐生活 每次次获失神关机 大家好 你现在所看的是 Divisa对战杯 主角是咱们的传奇军神 火瓦利 看他超前意识判断 与梦幻般的狙击 让人望其向背 地图是托云 此时阵型是两中一内两外 两人双架苗肥口 突然那场告急需要救援 架枪育苗低颇此刻 外场人多 狗蛋与二狗相继杀敌 可惜二狗身亡 在包顶一面架枪等待 近点有人土匪跳出 甩枪抱头 对方枪捕枪放枪独发 再包一 一打二一点也不慌 心理素质非常强悍 此时阵型四外以内 扔出五号中 我三排肥肥 来到三楼底下蹲 瞬间击杀 又抛出三岁部 移除甩击击击 在想瞄击时被补枪击击 还好小弹即时补枪 可以 此时阵行4外以内 迅速扔出5号中3 再次来到奥拉夫卫描红楼梯 突然来人瞬间爆头 又抛出擦墙3 进步上梯来到三楼 突然二狗也击毙一人 头到0.1秒没开二楼 最终二狗被炸飞 还好乃狗还以颜色 同炸对方 此刻狗胜也阵亡 出来查看脚下顺局击刷 此时阵行两内三万 在高坡蹲守 狗蛋取得开门红 瞄准的角度非常刁钻 由于时间非常充足 突斐进攻 节奏放慢 不断地调整 找到舒适的状态 仍然没有动静 先穿墙试探 突然高台有诸多道具 要及时通知队友回防 二狗身亡立即瞄准包点 瞬间双杀 这也太狠 高台突然爆闪 继续犯烟 狗蛋也阵亡迅速扔出 四上前掌 瞬间击毙行鸣流水 快如闪变 再美滋滋拆个包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